工程車掉落出軌悲劇發生前 救命關鍵一分鐘 主席李逸祥卻是冷眼旁觀 一通電話都沒打 有網友指出這場悲劇可以避免 自稱是從事鐵路工程的網友 某文說 他的工程車過去曾卡在鐵路旁 車斗還侵入鐵軌陣線 當時他立刻通報聯繫 火車司機員收到後 趕緊剎車緩速前進 成功化解危機 他痛疲李逸祥 如果第一時間通報前後站 而不是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 事故不會如此嚴重 事故前關鍵一分鐘SOP 第一先通報110 轉接到調度總所和火車站 人員會立刻用無線電通報 列車長就能及時踩剎車 如果民眾直播台鐵緊急通報專線 訊息會直接進入調度總所 通報速度會最快 過程的話其實都會減損通報的時間 一分鐘的時間可能還是要靠一些運時 又讓列車長在最短時間反應 得和時間賽跑 但關鍵一分鐘李逸祥悠哉閑晃 沒通知台鐵沒有報案 也沒有下去揮其警示 冷血行徑奪走50條命 以讓家屬民眾越想越氣 記者吳俊瑋領域軍台北花點 綜合報導 組合公開 推薦